当于这个图呢,它show一个TRAPEZIUM KLMM,T形KLMM 然后它叫你找Area of Shaded Region 就是它要找那个图回部分的那个周长的面积 所以你在这一边呢,你就把它想象成 它是有这一个T形和下面的这个空白的三角形 所以我的这一边呢,我可以找得到T形的那个面积 T形的面积呢,它是1分之1上加下层高 所以它是1分之1,10加12再乘以6 OK,10加12,22,然后22除21,然后这个是66 然后这一个呢,它这边12,12除分成三分的话呢 它这一边是4,432,OK,这个是12除3等于4 这边是3,这边是3,这个是3,这个是4,这个是4 OK,然后我要找这个的时候呢 这个三角形的那个面积的时候 我们知道三角形的这个是它的BASE 然后这个是它的HIGH OK,然后它的Area就直接是1分之1乘BASE乘HIGH 然后就1分之1乘4乘3,然后它就会变成6 OK,所以在这一边呢 我的Area of Shared Region呢,非常简单 它就会是66-6,然后就等于60cm² 有学生可能会好奇就是说 这一个我们就直接可以用这样的一种方法吗 这个是拉Y了的那个三角形 它的底就是这个,高是这个,底跟高之间有一个90度的存在 但是它不是直接的 然后就有学生讲,老师我可以不可以用 在这一边这个是3,4,4 我可以不可以呢,就是说我找这一个的三角形 然后再来减掉这一个的三角形 然后它的面积会不会等于这个空白的部分呢 我们来看啊,这边是3,这边是8,这边是3,这边是4 OK,所以我的这一个的Area是2分之1乘8乘3 然后就432,这个的Area呢,是2分之1乘4乘3 然后拿到的是6 所以我的这一个Area呢,会是等于12-6 然后拿到的是6cm² 然后你可以看我的这一个6cm² 跟刚刚的这一边的这一个6cm²是一样的 所以我其实不需要把它分成两个三角形来解 我直接这个是低,这个是高 然后我拿到的面积是跟这个的面积是一样的 我现在看我拿到的面积是那边的